一群好伙伴 勇敢的龙气团 穿梭远古换未来 通过了考验 不管路多远 你始终在身边 我们并肩冲向前 突破风缩线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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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伙伴 把心跳加速 倒几线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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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气团 胜利是我们的宣言 啦啦啦啦啦啦 龙气团 一群快乐的好伙伴 青春的能量 把油箱下满 全力冲向梦的终点 啦啦啦啦啦 龙气团 一群勇敢的好伙伴 有一道力量 让我们向前 梦的终点鲜花铺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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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猎火龙蛋 你别跑 可别怪我 来 有个大方的 Duembs 闲敌传奇 相互试探 九尾虎跟我十九年戏这么久了 这次宣敌一回来 他也跟着回来 这其中恐怕会有什么变数 老板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对不起火灵珠被炫敌抢走 我任务失败 请您处罚我吧 不不不不 你能安全回来我很高兴 怎么会处罚你呢 九尾虎 我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隆骑团在我的手上 炫敌随时会攻击几地 你去把这些感应器 装在极地各个角落通道上 只要感应器通过X线感应到人体 就可以自动攻击入侵的外人 炫敌一来还没找到我 他就已经被我的感应器感应到了 好了 去 把它安装在极地的各个必经之处吧 是 老板 老板 那我呢 这里没你什么事了 你到处巡查巡查就行了 老板 真的没有什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我吗 滚 这 感应器只是个试探 如果九尾虎还忠心于我 我自然会好好安装 如果他已经叛变了 如果把感应器装上去 晚上炫敌一来 就会踏入一个危险的陷阱 我不能这么做 不公平 一个小小的棋子 风头居然盖过了我这个得力的干将 我要在感应器没启动之前 把它破坏掉 奖活给九尾虎 我就可以多亏 我在老板心中的重要地位了 我不安装的话 白白肯定会起义心 想个什么办法才好 土狼 有我在 我就不信他们总成什么事 我不能破坏 可是土狼能啊 只要略失小计 土狼 怎么了 被他发现了 出来吧 藏在那想干什么 出去就出去 谁怕谁啊 谁藏着了 我是来检查一下监督你的工作 监督我 你一个刨腿打杂的凭什么监督我 你别说什么 我说错了吗 以前的事我不知道 自从我来了以后 你自己说老板有单独交给你任务吗 哪一次不是要你协助我 没有我 你成功过吗 你 让开点 打杂的不要挡路 这个可恶的九尾虎没有自知之明 完全不明白自己的地位 我把感应运气都破坏掉了 然后向老板报告是九尾虎故意弄坏了 就可以除掉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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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安装完毕收工 好了破坏完毕收工 老板不好了 所有的感应器都被破坏了 一个都没有留 不过我知道是谁干的 答案揭晓坏蛋就是 很好我正好有一个坏蛋也想给你看看 土狼看仔细啦 土狼你怎么解释 我忘了摄像头了 看来歪歪早有防备 我要加倍小心 老板 老板 我误会 土狼 你一心只想抢弓 退下去好好检讨自己 就会活 库房还剩几个感应器 你就再辛苦一次再去装上吧 是老板 老板 我 才发现你捣乱饶不了你 是 是 不敢了 不敢了 老板不让我捣乱 可我得力干将的宝座就要被抢走 没有土狼捣乱 感应器就没人破坏了呀 怎么办 一定要想个办法出来 又挨骂了吧 你一个打杂的 还想踩在我的头上不成 看来他是被歪歪的石像头吓怕了 我要想个办法帮帮他 土狼 你快把那个摄像头给我挡住 反光太厉害了 我都看不清楚该怎么安装 还不去 对呀 这有摄像头找不到我 老板就看不到我了 他应该已经上钩了吧 好了 你不用挡了 这个我装好了 这下 口香糖 你可以拍上又场了 什么都难不倒我聪明绝顶的土狼 你 愚蠢的家伙 接连破坏了我的试探计划 看来我还在来找绝的 一定要确定九尾狐是否还忠心于我 这回也被我破坏的差不多了吧 九尾狐 素来见我有重要任务 外外又想干什么 我也要去不能落后一大 博士 有什么事 老板 感应去 没叫你开口不许插嘴 是 好了 你们跟我来 是 好 好 哦 凌晨两点 里应外合 今晚 我一定要一举摧毁歪歪的垃圾基地 救出大家 只是不知道九尾狐现在怎么样了 轩敌始终是我的心腹大患 龙集团一定知道他的行踪 你今天的任务就是 一定要迫使蓝猫交代出轩敌的下落 外外是真想这么做 还是想用蓝猫来试探我呢 我得小心点 九尾狐 九尾狐在这里 炫尼呢 蓝猫 龙齐团都在我们手中 你还怎么跟我们作对 龙齐勋章 九尾狐已经恢复了全部记忆吗 你赶快把炫敌的行踪告诉我们 不然对你不客气 九尾狐 你尽管发马过来 我们是绝对不会屈服的 你还嘴硬 快说 看来歪歪也没有信任九尾狐 是用我来考验他吗 九尾狐 你痴迷不悟 休想从我嘴里得到炫敌的消息 好好跟你说不听 你想常常厉害吗 怎么啦 九尾狐 快动手啊 现在你想说了吗 你们不会成功的 雪姨一定会打败你们的 海嘴硬 对不起了吗 你一定要坚持住 顺敌会来救你的 不 不 想清楚了吗 投靠我们老板吧 做梦 不知好歹 亂了 多说无意 他是不会屈服的 老板 要不我来 你站这里就好 看到了吗 这是一个炸弹装置 九尾狐 看到台上那个操纵感了吗 推上去 让蓝猫永远消失 什么 九尾狐 你怎么了 你不是一直都很恨龙集团的吗 快动手啊 要不我来帮你吧 我不能伤害蓝猫 我不能伤害蓝猫 外外现在利用我们五龙集来要挟旋敌 现在除掉我 只会让其他人和旋敌更加激愤 要不要我来抓着你的手推 外外不可能这么做 她一定是在试探九尾狐 九尾狐 你还装什么 赶紧动手吧 不要怕九尾狐 为了牵制选拟 外外不可能真的对我下手 你只管按下去 外你在干什么呢 对 蓝猫说的没错 这不过就是外外的试探而已 现在 要是真的除了蓝猫 外外那边的情况只有更糟 可是万一 这个炸弹是真的 那我 岂不是注成大错了吗 不能 九尾狐 如果九尾狐再迟疑 外外一定会识破她的 九尾狐 亏得我们龙羞团对你这么好 你居然背叛我们 我看不起你 快动手啊 不要管我 快 不然我们都没有机会了 万一蓝猫不测 我就舍了这条命和歪歪拼了 绝不能让蓝猫白白牺牲 她还真动手了 看来九尾狐没有背叛我们 老板 没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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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啊 蓝猫 为了牵制炫敌 我是不会轻易除掉龙羞团的 刚才只不过是下下他们 我是英明 土狼 在 你去帮我把手镯控制器收到收藏室 这控制器可是牵制龙羞团的关键 一定要好好保管 手镯控制器 是 老板 九尾狐 你辛苦了 腿下去好好休息 马上就会有更重要的人物交给你 是 九尾狐好不容易甩掉土狼的纠缠 顺利的和炫敌会合去搭救蓝猫等人 最终蓝猫他们被救出来了吗 请看下集 游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